眼睛有时候也会欺骗你的大脑 为你展示一系列骗人迷惑行为大赏 所以本期大可看新闻话题 发个有趣的视觉错觉 彭左错觉 来看看这两条黄色的线段 你觉得哪一条更长呢 可以在屏幕上打出你的答案 多数人都会认为上方的黄色线段更长 当你经过仔细测量后会发现 两条线的一样长 这是著名的彭左错觉 人类的大脑根据物体的做出环境 来判断它的大小 所以才产生这种错觉 佐尔拉错觉 来看看这些线条是否平行 这个线条盖上去弯弯扭扭的 居然是平行线 佐尔拉错觉就是利用线条不同长短 或者凌乱摆放造成错觉 看来眼睛也会欺骗大脑呢 黑灵错觉 这两条红色的线段是直线还是弯曲呢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思考 其实这是两条平行的直线 被许多在平行线中间相较的直线分割后 看起来这两条平行线显得向外弯曲 颜色错觉 你能在这幅图中看到多少种颜色的球体呢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思考 相信很多人答案都是三种 红色紫色和绿色 如果你仔细观看或者直接去掉有颜色的信条 就会发现这些球体颜色都一样 艾姆斯房间错觉 大家仔细看看这两个男孩 你认为哪一个更高大呢 我们来揭晓答案 当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 竟然奇迹般的发现 右边的男孩比左边的男孩高两颗头 天呐 刚刚明明是左边的男孩看起来更大 当他们往相反方向走时 绿衣服男孩仿佛变成巨人 这就是著名的艾姆斯房间错觉 旋转的圈圈 仔细看这些圆圈 能看到好多圈圈在转动 你能判断这是一张图片还是视频吗 给大家三秒钟的思考时间 其实啊这是一张图片 当你不注意看的时候发现圆圈在转动 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圆圈后 圆圈又突然不转动了 颜色深浅错觉 来看看A和B这两个长方形 你能看出哪个颜色更深 哪个更浅吗 请在弹幕打出你的答案 答案揭晓 左边的长方形颜色更深吗 不 其实两个长方形颜色一样 你看啊 你的眼睛也会撒谎 奇特的画 来看看这幅画测试一下你的个性 请问第一眼看到了什么 如果你看到一个在看书的女人 说明你是实干性人才 以目标为导向 擅长计划和控制情绪 如果你看到一张大大的男人的脸 说明你创造力更强 在生活中经常给人惊喜 对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